高崇古山有一名驾驶开修旅车闯入轻轨的铁轨 撞上路数卡在铁轨上 造成轻轨一度停止 结果驾驶竟然还突破逃跑 被警方发现的时候 他坦诚的确有酒驾 酒测值达到0.74 另外新北市卢州则是小货车驾驶 居然一边开车一边在用手机 撞断了消防栓造成路面积水 你让黑色修旅车速度不慢 就开在轻轨旁 他下秒方上盘往左一转准备回转 但没想到最后却转了90度爆充 撞上路数这才停了下来 整台车就卡在轻轨铁轨上 让一旁的用路人全看傻 整台黑色修旅车 车头严重扭曲变形 可见当时撞击力道真的不小 但驾驶人在哪 警方掉位证实器发现他徒步跑了 立刻追上前逮到人 车子你开的吗 对 那你干嘛跑 因为我酒驾 酒驾好 你先蹲着先蹲着 直接当园子的面认的就是酒驾酿货 大难临头了 没想到要测酒测值还装不会 吹出来 吹出来 你没有吹 你没有吹 你这个装的样子我们看得出来 你点气势 事发就在高雄古山 原来开车零性驾驶 当天喝了酒还上路 精神不济撞上路数 整台车卡在轻轨铁轨上 造成轻轨一度被迫停逝 同车乘客 一将一违反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开除委呈法单 另外在新北卢州 则有辆白色小货车 因为驾驶边开车 边接电话 没注意路况 碰得一声 直接撞上民宅前的消防栓 消防栓硬生断裂 水就像瀑布一样 喷溅出来 一度造成路面扫机水 虽然驾驶没酒驾 但后续还得面临相关赔偿责任 记得众个报道